中印边境对峙持续 局势升温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5日 联合报报道 中国大陆和印度军人在动朗持续对峙 且局势正在升温 有香港专家分析 目前中国军队建在弦上 只等一声令下 就中印军队在边界对峙一事 大陆外交部军方和媒体近日持续表态 其中大陆外交部于2日发布立场文件 认定印军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在上述立场文件发布后 3日至4日之间 大陆外交部 国防部和人民日报 新华社 解放军报 以及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 先后就印方越界事件密集发生 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李峰五日 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 大陆方面如此密集发生 显示北京方面在事件上该说的已说 已是人之意境 他说 北京方面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正在逐步升温 已到了较危险关头 看情况 目前是中国军队建在弦上 只等一声令下 另据资料 按照北京方面过往处理战事的手法 所谓的一声令下 应可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 看到中共对战争的动向 网路资料显示 1962年中印因为西藏与印度边界迈克马红线 McNeill Line而开战前 北京方面也是先透过外交途径试图解决争端 但最终失败 同年9月22日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是可忍 孰不可忍的社论 矛头指向印度 约一个月后 中印开战 1978年12月25日 人民日报也曾对越南发出类似社论 题目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大概两个月后 即1979年2月中旬 中越战争爆发 分析指出 中共历来是党指挥枪 而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 代表党高层的声音 上述两场战争充分说明 在党发生后 就明确了战争方向 不久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朱日和的阅兵上致辞时 多次重申军队听党指挥 又说党指到哪里 就打到哪里 而在这次中印军队对峙上 虽然大陆外交部和军方已表态 但相信仍有待中共高层的最后指示 而按照过往惯例 那应是透过党的机关报公开表态 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梁受访时也说 中国大陆外交部的立场文件 已明确指出这是入侵中国领土 事态当然严重 但梁国梁对事件是否会最终引发战争有所保留 梁国梁说 与1962年的冲突规模相比 目前印军只有数十人停留在大陆境内 且深入程度不大 因此 事件是否会触发双方开战 实在很难说 以上为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德国市藏学者拉萨办学二十年 遭中共驱逐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5日 中央社报道 德国市藏藏学者腾贝肯在西藏拉萨 创办市藏学校 默默办学近二十年 德国媒体报道 中共当局最近未在延长腾贝肯的签证 迫使他必须离开西藏 而他创办的学校也面临关闭命运 综合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新社波昂总汇报等德媒报道 现年47岁的腾贝肯 Sabre Tamburken 是德国著名的藏学专家 也是一名市藏人士 同时也是盲文无国界 Braille Without Borders组织的创办人 他1992年发明了藏文典字 并于19年前在拉萨建立市藏学校 至今培养300多名市藏儿童 帮助他们为未来自立生活做好准备 报道提到中共当局虽曾于2006年受予腾贝肯国家有意奖 但随着中国大陆今年起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腾贝肯在拉萨创办的学校营运更加困难 最近他的签证更未获延长 不得不离开西藏 学校也面临被关闭的危险 腾贝肯接受德国波昂总汇报 Jenner Allen Zager采访时表示 有传闻说 中共当局认为 他所创办的市藏学校西方影响太大 因此学校解散后 当局计划将市藏学生安排到一所汉藏特别学校 腾贝肯说 希望能帮助西藏的孩子们得到他自己所能有的相同机会 因此 他创建盲文无国界组织 这个组织以世界通用点自法发明人布瑞一 Lewis Braille命名 腾贝肯表示 他非常忧心这所汉藏特别学校和他的学校教学目标不同 无法为孩子们将来的自立生活 上普通学校或上大学做好足够准备 以上为明镜 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刘霞人在北京 与亲属联系全靠中间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5日 美国之音报道 最近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双刘霞 从刘晓波7月15日海葬以来一直无法与外界接触 据南华早报报道 德国大使馆表示 星期四德国外交官前往刘霞在北京的住处 但遭到保安人员的阻拦 之前也有消息说 刘霞的亲属表示 中间人传话说 刘霞目前没有住在海淀区的家中 而是暂时居住在北京某处 但具体地方 中间人没有透露 只是称刘霞目前平安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刘霞的一位亲属说 8月2日是自己生日 原以为可以同刘霞见面吃饭 同时却安慰刘霞不要太悲伤 但未能见面 也不能够与刘霞通过电话 该亲属说 现在要得知刘霞的消息 只能通过这个中间人传话 南华早报说 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官 要求会见中国国安部官员 讨论刘霞的情况 但是遭到拒绝 德国大使馆人士透露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与刘霞取得联系 但是非常困难 这位人士说 他们将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 继续努力 争取让北京同意 恢复刘霞的行动自由 星期三 德国外交部人士说 他们将继续敦促 中国政府允许刘霞出国 他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 与他取得接触 了解他对出国的意愿 德国联邦政府 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与中国举行任何层次的讨论 从去年以来 刘霞先后失去了父母和丈夫 精神状况很令人担忧 他在2014年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他的朋友说 今年6月 刘晓波被发现 患有肝癌晚期之前 精神状况就濒临崩溃 以上为明镜 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传具发签证给前往台湾交换的学生 只因成大搞台独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5日 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传出一名陆生录取成功大学 但近日申请赴台签证时 当地台办却以成大搞台读 不准去读为由拒绝核发 对此成功大学主任秘书李俊章今天说 没有任何一名一级主管 曾在代表校方的公开场合 发表过类似搞台读的政治立场论述 他表示 截至今天为止 他没有接获陆生无法到成大念书的消息 但校方会持续关注 一名江苏南京陆生投诉指出 录取成功大学博士 但南京市台办卓却通知他 不能去成大念书 因为成大搞台独 而根据中央社报道 该学生强调 自己遭到户籍地的台湾事务办公室 以成大搞台独 不准去唯有拒绝和发签证 和其他录取成大的终生交流后 才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个案 有些台办人员软性劝说 有些则是直接告知不准去 李俊章说 成大欢迎每一名成绩 达到报考系所标准的被录取学生 不论是本国籍或是非本国籍的都一样 他说 成大是专业高等教育学术机构 如果中国大陆官方 以成大搞台独 唯有阻止学生到台湾 应是政治上认知问题 无关学术及教育 李俊章说 如果非本国籍学生 外籍生或陆生 因故无法到台湾完成报道手续 校方会是个案决定处理方式 比较常见的是以申请保留学籍 一年方式处理 一年到期后 如果还是无法报道 可再提申请 由校方审查是否核准 成功大学副校长陈东阳说 截至昨天上班日 校方并没有接获 陆生告知无法到台湾 念书的相关讯息 应适逢周休 他会在周一上班日 请国际事务处了解 今年入学的陆生名单 及对方申请状况 需要时并给予适当的协助 以上为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国强起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带来哪些影响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5日 BBC中文网报道 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发出了第一份书面文件 要求退出2015年才签署的 巴黎气候协定 但白宫在这份文件中说 美国仍将就此保持谈判进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今年6月首次宣布美国 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 遭到了国际社会谴责 他当时称 这一协定惩罚了美国 让美国失去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美国政府周五8月4日 发出的这份书面文件 极具标志意义 根据程序 任何要求退出气候协定的国家 必须在2019年11月4日以后 才能正式宣布相关退出意向 退出程序的实施时间为一年 这意味着如果按照程序 美国要在下一届 总统大选结果产生后 数周才能完成退出程序 这样一来2020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 有机会选择重新加入该气候协定 白宫当天发布声明称 美国今天就尽快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向联合国递交了信函 美国将继续参加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商和各种会议 以保护美国利益 同时确保我们的政府能在未来做出政策选择 特朗普总统6月曾经暗示 愿意加入另外一个对美国更加公平的气候协定 但巴黎协定的主要签署国对此表示拒绝 该协定签署前的谈判历时数年 花费大量人力 在上月的汉堡G20峰会上 美国对于气候变化的立场也引发了争议 汉堡G20峰会的联合声明称 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表示关注 但20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 一致认为该协定的方向不可逆转 气候变化或者全球变暖 指的是工业、交通、农业及其他领域产生的气体排放 对于空气造成的毁坏性后果 巴黎协定的目标是通过限制排放来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 当时只有叙利亚和尼加拉瓜没有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主要目标包括 1.全球气温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代温度升高2摄氏度以内 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2.在2050到2100年期间 将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到树木、土壤以及海洋 能够自然吸收的水平以内 3.每5年对美国国家的减排贡献进行一次评估 4.富裕国家以绿色金融的方式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并发展可再生能源 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NASA数据称 自1880年以来 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0.8摄氏度 其中三分之二的升温发生在1975年以后 美国一家智库预测 如果巴黎协定里的承诺得到完全执行 到2100年全球升温幅度将控制在3.3摄氏度 如果美国退出 升温幅度将达到3.6摄氏度 以上为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俄新敌对关系影响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5日 亚洲周刊报道 普京宣布裁剪美食馆人员 彭斯提议要在爱沙尼亚部署爱国者 飞弹防御系统 美国会通过制裁俄国案 特朗普难以逆转 中俄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演 美俄新敌对关系 使中国角色更重要 美国是近代最大的帝国 因此它在某个阶段选择 某国为敌或为友 这种敌友关系就会成为一个结构 整个美国就会被这个结构所绑住 动弹不得 这是世界上的结构论 当出现了某种结构 这个结构就会主宰一切 它不随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而移转 就以美国和古巴关系而论 二战后的古巴 形同美国的次殖民地 后来卡斯特罗崛起并革命成功 美国甘乃迪政府拒绝 与卡斯特罗政权往来 并企图利用雇佣兵将其推翻 于是逼使古巴向俄国靠近 随后美国制裁 封锁古巴将近60年 受到全世界的反对 美国民主党内也有一个亲古巴的势力 但华府对古巴的态度在中未变 直至奥巴马政府会改善形象 使倡议美股和解 但共和党特朗普执政后 却不认账 因为美国内部有庞大的反古巴的移民 这个移民群落是共和党支持者 主张颠覆卡斯特罗家族 反对美股和解 这使美股的敌对仍将继续下去 在例如美国和中东的伊朗 维迪也历史悠久 纵使到了今日 美国以伊朗为敌的基本政策未变 7月25日美舰霹雳号就在波斯湾向伊朗革命卫兵号开火示警 至于美国和俄罗斯为敌的经验就更复杂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乃是漫长的冷战年代 冷战年代基本上就是美俄对峙的年代 双方各自发展地盘 互争雄掌 但到了后冷战年代 由于美国势力增加 最开始对俄罗斯一手围攻 对俄罗斯的附庸国展开各种颜色革命 颠覆各地的亲俄政权 此外 美国肢解了俄国盟邦南斯拉夫 又企图扩充北约 使美国势力直接进入东欧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美国的终极策略是透过各种鸡吞蚕 美国势力就可进驻俄罗斯核心 莫斯科就可成为美国的打击点 俄国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任内 就是美国推动这种攻势的黄金时刻 二人对此束手无策 但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是不同的领导人 他在油价高涨时接任 由于经济形势好转 他虽恢复俄罗斯战斗民族的反击特性 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上一手围攻 在伊朗及叶利亚问题上也转趋强硬 他也懂得合纵连横西方国家 对欧洲英法西裔等国的左右翼中型政党及小党 普京都投下极大心力 欧洲的亲俄势力已趋成长 另外俄国开始利用美政党间的矛盾 介入美国内政 这次美国大选 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激烈 民主党是传统反俄政党 该党候选人希拉里曾任国务卿 就是个典型反俄论者 至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是个商人 反俄色彩并不强烈 于是俄罗斯有了唱衰希拉里 等于按住特朗普使他当选的游戏空间 由于特朗普和俄罗斯关系改善 世人认为俄国将可抵挡美国的孤立 美国也有拉俄抗中的筹码 中美俄三强的权力均衡将出现巨变 不过美国反俄已经超过60年以上 这种反俄的结构束缚了美国自己 内政有庞大的反俄势力 外交上也有许多反俄盟国 这些势力都不能容忍特朗普政府改变反俄现状 特朗普上台后 虽有许多亲俄亲信 但也造成美国反俄势力的大团结 一个通俄门事件就把美国搅得天翻地覆 7月底 通俄门发展到最高点 两党深重愿的国会议员决定对通俄门进行表决 对俄罗斯展开制裁报复 这是美国会展示权力的最大议案 一、他意图限缩特朗普对俄国改变政策的权力 不只是制裁俄罗斯 也将与俄国有关的朝鲜、伊朗、叙利亚全部纳入 这是扩大打击面 意图使国会必定通过 这也是国会以权力确定美俄的敌对关系 是近代少有的以国会全干预总统行政权之举动 2、7月25日美众议院对议案表决 以419票对3票 近乎全票通过 国会以如此比率通过对俄制裁案 等于意图迫使特朗普照单全收 此案若再被参院通过 特朗普的总统裁量权就等于大打折扣 这也反映了特朗普就任以来任意孤行的作风 以造成国会强烈反弹 3、制裁俄国案已被闹大 特朗普微信更失 美俄关系注定不可能有任何改善 双方对立更加固定 普京意图介入美国内政改善俄美关系之举注定泡汤 于是7月30日 普京宣布将在9月1日前 大砍美使馆人员755人 这是1986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剪 而就在普京宣布反制之后 正访问波罗的海三国的美副总统彭斯提议 要在爱沙尼亚部署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另外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举行圣大阅兵 庆祝海军节 出动40艘舰艇 包括两艘核子动力舰 中俄也在7月下旬于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演 引起美国及北约忌惮 近期经济学人封面故事探讨美俄在交恶 以及中俄关系 该刊认为中俄矛盾极多 不可能成为盟友 但近年美军事扩张 美俄敌意在线 中俄关系以日益重要 值得重视 以上为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